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杰西卡 今天要跟大家带来的是雅兹重磅回归的单品 横石泥盐精华乳 这款精华一直备受咱们雅粉的喜爱 如果您之前没有用过 杰西卡也非常推荐您要听完今天的课程 因为这款产品的功效 可以跟大部分朋友都在意的需求有关 那就是抗衰 那说起抗衰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经久不衰的话题 当自然衰老 紫外线 糖汗摄取过多 或者是饮食作息不规律等等 就很容易导致膠原蛋白出现核心下降 数量流失 受损失修 防御降低的问题 那从而导致什么垮脸的危机 那要怎么办呢 总结来说就是三步 一激活 二保护 三修护 这三步也被称为胶原触活全通路 而一款能够帮助胶原蛋白打通宽的产品 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一款 雅兹恒食泥盐精华乳 那接着呢 咱们就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 胶原触活的第一步就是激活了 而且是双效激活 那我们使用的是珍稀长寿草精脆 那一方面呢 它能够激活现有的年轻蛋白的活力 增强胶原的自身实力 那另一方面呢 能够激活新生因子 提升高达百分之二百八十的生产效率哦 那可以促进生产更多更好的胶原蛋白 那同时呢 咱们还通过研究 进一步发现啊 这个珍稀长寿草精脆 还有着很好的抗糖化功效 能够限制糖化反应的发生 有效保护咱们的胶原蛋白 那这样一来 就可以减少肌肤由于糖化 所导致的暗黄跟松弛问题 那通过实验呢 咱们也可以看出 使用精华乳后的肌肤 荧光点明显增多 这恰恰说明 被糖化的胶原蛋白得到了有效的减少哦 再来 胶原促活的第二步 保护 除了刚刚说到的珍稀长寿草精脆 带来的抗糖化之外 还要再提到另外一个成分 就是猴面包素精华啦 那除此之外呢 咱们还附配了 磚炎威吸脂质体这样一个成分 为的就是能够双倍提升 胶原蛋白自身的抗氧化能力 最后 就是胶原促活的第三步 修护 这就不得不说到精华乳当中的 磚炎信号态 金盐六胜态啦 它之所以叫信号态呢 是因为它的存在啊 就好像您的肌肤里面注入一个雷达 当肌肤的胶原蛋白出现流失啊 损坏的时候 这个雷达就可以接收到胶原蛋白受损的信号 并且传输信号给新生因子 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 通过使用恒实泥盐精华乳完成我们的 胶原促活全通路的护理 那不论是从临床功效的测试啊 还是从消费者的自我评估 都能够看出对肌肤粗糙 松垮 皱纹的改善 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 所以啊 在每天早晚的基础护理步骤当中 记得要加上 恒实泥盐精华乳 那对肌肤要求高的您呢 还可以搭配抗氧化一流的 小橘灯精华一起使用 然后每周别忘了哦 要附上可以让肌肤通透明亮的抗糖面膜 最后啊 怎么白天出门的时候要做好防晒 记得擦上防晒格力乳 或者是防晒霜 诶 这既增加了胶原蛋白的数量 又呵护了胶原蛋白的质量哦 最想要维持年轻活力好状态的心愿 就在这每一天的累积当中 轻松实现啦 那解释卡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聆听 美丽不是终点 是通往美好生活的方式 咱们下次见哦